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吵架很好笑 就是我老公就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飲食控制 我早上只喝豆漿吃香蕉 所以我老公每天都會幫我 準備好香蕉 結果有一天早上 就是他就又特別跟我講一下 香蕉我買好了 我說好 然後我說謝謝這樣 然後等一會兒要出門的時候 我還沒吃 於是我就拔了一根香蕉 然後就帶在身上 然後去坐車 就去上車 然後上車的時候我老公就說 你帶一根香蕉 我說對啊 我說我剛剛沒時間吃 所以我都帶在車上吃 你只帶一根香蕉 我就覺得這話很奇怪 我說對啊 為什麼沒有我的 他就覺得我沒有幫他拿 太撒嬌 對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我就說你剛剛自己告訴我 你幫我買好香蕉 那如果你要帶 你不是就自己會拿一根嗎 因為這件事情是你提醒我的 你知道這話還沒講 也還沒試 一講我老公就怒火爆發 他就說你看 我都替你買好了 你連拿的時候 都不會替我多拿一根 然後就更加生氣 老夫老妻一根香蕉 都可以吵架 對 就一根香蕉 然後在車上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老公後來就很好笑 他就說 那你香蕉會分我一半 是不是 我才會用 劈給你了 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你很無聊 後來我就 講到這話就開始碎碎唸 就說你看你平常都是刺... 都是我照顧你 然後我怎麼樣... 你都不會想到 我可以唸... 然後我就好生氣 真的氣到我 就香蕉丟給她說 全部都給你 我不要罰 兩人就在車上大吵一下 就為了一根香蕉 結果後來就把這件事情 當笑話 就寫在我的社群網站上 就所有的朋友 竟然都為他喊怨 我覺得你們是甜蜜蜜 小兩口在鬥嘴吵架 為了一根香蕉 結婚二十幾年可以這樣子 滿不簡單 結婚二十七年 為了一根香蕉 所以我覺得你老公很愛你 所以他還在乎你 對他一點點感覺 對不對 這是愛的表現 而且他比你還在乎儀式感 通常是女生在乎儀式感 對 我們兩個是 對 我們兩個就是 他比較在乎這些細節 一般來講 好像女生都會記得什麼 紀念日什麼東西 可是我就是一個 很大拉大的人 所以對我來講 那些東西都不太重要 我自己的生日 我兒子的生日 我都常會忘記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出國也是去工作 然後那天晚上回來已經 班機回來到桃園機場 已經九點多了 然後我先生去接我 接我回去的路上 他就說我們去吃飯 我就說我很累 因為我那次去了三天兩夜 然後我幾乎都沒有睡好 因為太緊張了 我去做演講教學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去吃個東西 找個地方喝杯酒什麼的 我就說不要 我要回家睡覺我好累 然後他就問了好幾次 問到第三次之後 我就不耐煩了 我就說 我已經跟你說 我要回家睡覺 你怎麼這麼囉嗦這樣 然後我先生就說 你這樣就放過我了嗎 然後我就不懂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今天是我們結婚 二十週年的紀念日 男生會記得這個 應該是說你忘記不行吧 二十 對 二十週年紀念日 他很生氣 他真的很生氣 他就說 我們結婚二十週年紀念日 然後對你來講 就這麼不重要嗎 我就說 我真的很抱歉 我說我真的不記得 可是我真的很累 我說我們可以改天再慶祝嗎 然後就回去睡覺這樣 然後我先生就會 對 而我們家的其他成員 大概也都習慣媽媽這樣 因為有一次 我跟我兒子講說 我們去年 就我們在吃飯 我就說今天讓他生日 我們去吃個飯 然後我就說 你去年生日我們吃什麼 然後我兒子就說 那哪記得啊 他說你每次是自己 想吃大餐的時候 就說去吃大餐 當作誰生日這樣子 他就說 誰會記得去年生日吃什麼 對 我就常常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兩個人個性 真的有時候就會 對 就是完全就是 那你會安慰他嗎 對 後來我就會表示抱歉 你知道之前還發生過一次 也是很好笑 就是我們兩個也是 好像是 也是出國去玩 渡蜜月還什麼 忘了 總之在巴黎的街頭 還渡蜜月都忘了 對 我是忘了 這是巴黎的街頭 純粹旅遊 然後我就跟他說 時間有點趕 因為我們去到那邊 鄉系大道的時候 已經兩點多 我說這樣好了 我說我們就各自去逛街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 回來這邊集合 因為我怕關門 你是士官長吧 是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兩個小時之後回來集合 我先生大發雷霆 我們兩個在那個 鄉系大道上大吵一下 他就覺得 我們兩個一起出來旅行 怎麼可以各逛各的 這麼浪漫的地方 對 他就說 這麼浪漫的地方 要兩個人一起去逛街 我就說 可是我想看內衣 或者是我想看裙子 那襯衫 你想看煙斗那些東西 我們兩個這樣子 不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我也不要 你在外面等我 然後我先生就覺得 我是不可思議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 常常就為這種事情 反而他比較感性 你比較理性 沒錯 安妮最後給大家一些建議 其實生活當中 女生要的也沒那麼多 很多男生說 這個太太很難搞 女生也沒有那麼難搞 其實不會 我覺得大家其實都蠻懂 他這一招 我老公最厲害 我老公也是屬於這種 他每天都會講說 你今天怎麼看起來 特別漂亮 比如說我有一條圍巾 他就會說 你知道圍巾哪來的 我沒看過好可愛 然後所以他 老公好會 對啊 他很會 然後我們兩個坐在 那個桌子前面 就同一張桌子 我在打電腦 然後他在旁邊 然後我老公就會寫 我希望我是今天 第一個祝你生日快樂的人 他就會傳簡訊給我 我就坐在旁邊 他一傳簡訊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 二十年來那麼浪漫 對 他都會這樣子 這些事他都會做 所以後來其實我覺得 我也是在學習中 就是我本來也是一個 嘴巴很尖刻 跟你很像 就是講話很難聽 然後常常就是一針見鞋 然後講話就是 會打到人家 然後很難聽 痛楚 對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對夫妻關係 完全沒有好處 所以我後來也慢慢學他 比如說我就會 類似 因為我先生不太會做家事 然後我就練習 因為剛開始真的 你會很想嫌棄他 就像你講的 對 忍不住 忍不住 就覺得他怎麼搞的 衣服也折不好 然後曬個衣服 就皺巴巴的這樣 可是我後來就是 真的是強迫自己 要就是出口的是好話 就會說 所以我覺得 讚美有一個重點 然後教會大家 第一個 你的讚美 就像他剛剛講的 就是絕對不能夠 違背你的良心 對 你不能說 他今天看起來 你就明明 你們幹嘛笑 我是真心 我是真心 在講話 這一集蕊心會看 不是 這一集蕊心會看 很真心 蕊心說我懂了 每天講那麼多次 是為什麼了 他講得很好 就是在他注意到 但是不是在 違背良心的狀況下 他是真誠的 比如說 他明明就沒有把衣服 折得很乾爽 或者很平整 我就不要講這個 可是我會說 謝謝你在我回到家的時候 幫我做完了某某家事 讓我能夠多得到 半個小時的休息 這對我來講 就會輕鬆很多 對 真的 他說老公 我的項鍊好不好看 他說很漂亮 老公還沒有戴 沒錯 去哪裡看得到 太違心這款了 他就會讓你覺得不真實 所以你的讚美 一定要具體 就像我們 其實我們讚美老公 跟讚美小孩 其實我覺得 我是這些年代 帶小孩的過程中 我才學會怎麼去真誠的 然後具體的讚美對方 我記得就是前一陣子 我還跟他講說 你知道嗎 送我一束鮮花 不如每天幫我澆水的人 對啊 因為你知道 誰交太賊了吧 我老公 我老公好感動 然後隔天這個花肥 天天都在澆好 可是這招證我會直接問 我到底要怎麼做 你才會開心 我掃地你會開心嗎 我希望你會開心嗎 他說你掃地我會開心 我就掃地 對 我就讓他開心 可是就是不要把他藏在心裡 很真實地講出來 因為真實 剛剛Paul說 你就是會覺得 祕密事情做不好 你到底會做這個事情 你心裡頭就覺得 他事情做不好 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怎麼讚美他 對 我也還在學 但最近我有跟著安怡 就努力地拼出一些讚美的話 像那一天他要去夏令營 接小孩 因為很多足球帥哥很帥 然後忽然穿一些 很性感的衣服 我就馬上去說 寶貝人家不行 太性感 所有人都會對你吹口哨 他說 對 他一開始也是聽不習慣 但是久了 人真的是需要被讚美 結果就看到每天這樣打扮 飄... 就還會吹口哨什麼的 就講到 他心情好 心情好的話 我們就可以多喝兩杯 對 要學...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真的不太容易 但是我覺得 兩個之間一定有很多優點 我們今天學到 就是把這個優點放大 吵架事情大肆化小 小說話我 那把對方的優點 多點鼓勵 多點讚美 祝福大家 佳和萬事經 越來越美滿囉 拜拜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